好 再来关注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并视察核污染水排海相关设施 与此同时 共同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不支持率升至50% 岸田文雄当天视察核污水排海相关设施 听取安全对策的介绍 并与东电社长等人会面 岸田声称 为推进反应堆报废作业和辅导重建 核污水排海是绝不能拖延的课题 关于启动时间 岸田称 政府将确认采取对策的情况并做出判断 现阶段无法告知具体时间 日媒称 岸田当天还表示 考虑于21号会晤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板本雅信 就核污水排海问题进行最后磋商 直接谋求理解 另外 计划于22号举行相关格聊会议 磋商以8月下旬为主的核污水排海启动时间 共同设施9号到20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岸田内阁不支持率从7月中旬上次调查的48.6%升至50.0% 支持率为33.6% 维持最差水平 上一次岸田内阁不支持率达到50%以上是在去年12月 对于核污水排海问题 认为岸田政府的说明不充分的比例达到81.9% 包括很大和一定程度在内 担心日本因此形象受损的比例总计达到88.1% 对于江湖水排海 收集中心比例的 稍微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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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快乐的颜色 稍微快乐